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也有,減兩個署長人工等等 我是帳目委員會的委員 對於民行處 在帳委會 舉行公開聆訊時 牽涉到民行處 關於總部大樓的烏煙帳氣 以及空管系統 延誤了很久,浪費了很多錢 然後得物無所用 到今天為止 都沒有辦法啟用 在上次公開聆訊後 委會出了一個報告 強烈譴責民行處處長 羅崇文換忽職手 但香港的制度 這些公務員是無法解僱的 你說 主席,我不利用這個財政預算案 在三讀前的全體委員會提出修正案 去減他人工 或租質他 或變態他 或譴責他 那我還有甚麼機會 去為香港市民出氣 請問 他快要退休 還有幾個月退休 拿成千萬長縫 然後每個月還要七萬元 好像八、七萬、九萬元 真的 有沒有天理 他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 這空管也不見多少錢 民航處總部帶樓出現的烏龍 全部都不用負責 然後民運防局長 現在離開了 他說內部會做一些處理 現在處理甚麼 又一兩年了 民航處的主要職能 特別最近關於國際機場的醜聞 安檢 保安系統的漏洞 我們更加擔心這個空管系統 我們自己也親身看過它的新空管系統 當時我們很關心 延遲了那麼久 我們在公開聆訊 就已經甚麼都說了 如果你拿一份帳委會的報告書 就很清楚 再不是 看回審計署的報告 有關空管系統的部分 大家看完真是一牙汗 香港的國際機場 是一個國際航運的樞紐 先有這個空管系統 即是新的空管系統 延遲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用不了 接著用的系統是不可行的 既然又有 梁氏家族那種大膽妄圍 在機場裏 製造一個大的洞 又是不用負責的 大家對機場的安全 主席 人命關天 你坐飛機怕不怕? 那個空管系統我就怕 真是一牙汗的 我們去看過 是嗎? 在這個帳目委員會 出了一個報告 有責成有關當局 要跟進 接著張炳良就說 我們會委任一個 顧問公司 去做這個研究 接著要我提口頭質詢問他 他還要在我跟進問題時 他才心不甘情不願 告訴我們 找了哪間公司 那間公司是說國籍 連公司的名字都沒有 接著我們又要交代信 張委會又要他交代 接著爆發的就是 這個文行處長 又出來說 那個空管系統 現在又要分歧 說大堆廢話 於是我又寫了一封信 我寫的 我要求張委會 再問他一次 張委會又在談 我們閉門會議也在談 想了一個處理的方法 因為閉門會議 我不在這裏說 所有這些事情 都跟他有關 跟文學處有關 當然 提減薪金 你又減掉了 那就算了 沒所謂 反正還有這兩三個月 你也要收工 現在你做的事情 就是幫下屆主席做的 他便可以照樣 照樣子 照樣子 你比較有政治智慧 我想不到下一屆的立法會主席 一定是建制派 找一個人可以取代得到你 所以你現在算是 用心良苦做好一些事情 有個板 下一屆的立法會主席 可以照樣子 你這些壞事都做完了 他繼續做你的壞事 沒有更壞便可以了 那麽要大條道 那麽要大條道 那麽要做的 這些是 你也算是 老謀心算 即是說一說 現在這個財政宣算 怎麽叫拉布 5月11日投票 拉什麽布 拉命便有 拉柴便有 拉什麽布 讓你搞定了 唉 可能你大著矛盾去旅行 和他講解數 真是 現在想想想 真是陰謀論出發 胡議員現在說的 和民航處有什麽關係 現在說民航處長的主要職能 就是執行民航條例 包括為香港 一說你便不喜歡 包括為香港 飛航情報區內操作的 飛機提供航空交通管制服務 當有飛機出現這些所謂緊急情況 或者發生意外的時候 負責協調搜索和救援行動 這是民航處的工作 我剛才提出的所謂空管系統 我不知道主席你了解有多少 我們開了幾次公開零訊後 發表了一個報告 我們每個都一額 大家很緊張 究竟何時可以啟用 啟用的時候會不會有問題 是嗎 他用了十五億構置的新空管系統 接近四年 延誤啟用是四年 是不是很可怕 民航處長羅崇文 在去年三月十一日帳委會的公開聆訊之中 信誓旦旦告訴我們 這個新空管系統 就會在本年 即是2016年的上半年 全數啟用 但在2016年的3月24日 去到立法會的經濟事務委員會 討論這個新系統延誤的事件的時候 民航處又改口 他說本年六月 就開始分階段啟用 原本就說 在今年的上半年 全數啟用 我指出這一點 就想告訴大家 是靠不住 信不過 實死得 寫包丹 寫包丹 這個六月都開始不倒 還要分階段 原本就說 上半年全數啟用 這個是民航處長 即是 在這個 三月十一日帳委會公開聆訊裡面說 去到三月 二十四日就改口 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寫了封信給帳委會 就要求主席 再召民航處處長來 我們再開一次公開聆訊 問清楚這件事 但是立法會 我們在談的時候 法律顧問 以前沒有做過 行不行 現在又在談 我們開了一次會 內容不說 即是我們都要追究 到底什麼叫分階段啟用 有些飛機是用舊系統來控制的 另外一些飛機是用新系統來控制的 是不是這樣 怎樣分階段化呢 又說不清楚 1998年新機場啟用 涉及整個機場的搬遷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搞到一鍋譜 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這個新空管系統 你說是由今年的六月開始 分階段 那分多少個階段呢 什麼時候可以全數 全部啟用呢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追究的問題 所以今天借這個機會 我在這裡又可以說 因為其他人沒有我這麼熟 關於你的空管系統 但是你有經常坐飛機 下次又不知跟誰矛盾去旅行 我說給大家例事 Touchwood 有什麼冬瓜豆腐 那誰負責呢 當局又跟民航處 一樣 一個謊言 今年三月運房局提交給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的文件 裡面 出現很多誤導的成份 張兵良走了 這部分其實也跟民航處有關 他沒有跟經濟事務委員會的議員解釋清楚 而且越描越黑 例如我舉例 他說全世界主要的機場 都是採用那間公司的空管系統和產品 實際上 這個所謂AT3空管系統 曾經使用的國家是寥寥可數 我們在一個帳委會裡面 已經過得清清楚楚 在公開聆訊那裡 他竟然夠膽去到經濟事務委會 繼續說這些話 這個政府是否真的 真是PK到不得了 這樣也可以 騙人 騙人 誰可以騙人 在委會裡面說完 審計處的報告又出賣 就算說印度 德里機場 都是用的 不過是AT3的軟件 不是系統 這也是在帳委會裡面說過的 現在的德里機場 已經考慮棄用這個系統 所以在這間雷神公司投標之前 全世界都沒有所謂運作良好的 AT3系統的實證紀錄 竟然你繼續向經濟事務委員會 在這裡誤導立法會議員 然後那些人有夢查查 因為大家不做功夫 不拿財務委會的報告來看? 不拿審計處的報告來看? 這真是知事體大 延遲了四年 你知道問題有多大 這套空管系統 你拿這些錢 這十五億 基本上就扔進鹹水海 更加荒謬的就是 還要貼錢給他 他延期的還要貼錢給他 那份合約不知如何簽 當時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這份合約 如果你稍微有做功夫的議員 你在經濟事務委員會裡去質疑 結果要由我們出售 我必須指出 因為這個新系統的延遲啟用 香港政府每年要多付二千萬維修和保養費 每日平均是五萬五千元 根據當局和雷神公司的標書 第七章 所謂delay的部分 第一期的ATMS 每日延遲罰款額是五萬二千一百九十元 延遲罰款額比維護費還要低 香港政府為了標箱延遲交貨 每日還要倒貼幾千元給他 天下間有這樣的事 有這樣的合約 你聽過嗎? 經常做冤大頭 等於港珠澳大橋 超支幾十億 高鐵超支二百億 給吧!不給就爛尾了 焗你給 然後 那些所謂的維護工人利益 那些工賊就大聲聲說 那些工人沒有公開 這樣 苟不答白 你看看這些數目 所以 這個民航處是否應該打靶呢? 處長 昨天我們開保安事務委員會 講機場保安問題和他有關 找個助理處長來 這個民航處長不見人 此事我說了一句 我問葉國謙 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死去哪裡 然後他罵我 你應該問他去了哪裡 不是死去哪裡 拿這麼高的工資 搞談這些事 一窩窩窩 然後退一窩 你這個新局長坐在那裡聽著 做局長真的很過癮 更加 他那個是民航處長 公務員 又不用解僱 你的局長一樣 香港的所謂問責正局長 只有 升官發財媒有問責下台 很鎮定 那些民航處長 首長級官員也是 你想想 拿成千萬酒頭 話知你 想知道 有沒有貪污成份 也未知 有沒有利益輸送給雷神公司 誰知道 誰知道 你現在不會查他 擺明是ICAC的案子 這個空管系統 這件事 對嗎 所以ICAC應該根據帳委會報告 立案調查 怎麼可以這樣 新系統延遲啟用 這間公司由一邊收取香港政府的維修保養費 這個舊系統每延遲一天 雷神公司每天都要多些錢 這件事都會發生 就是民航處 主席 這些荒謬的現象 就是一個這樣的政府 是嗎 其實 很早前 審計署 還未揭發 新空管系統問題 根本已經是 有些傳媒 已經是踢爆了 以後才跟著去查 新空管系統問題 有很多 譬如 在進行測試期間 又試過跪低 總之 過去很多次測試都有問題 我在帳幕委員會公開聆訊時 提出要求 政府為殘缺的空管系統 設立一個死線 止蝕離場 重新招標 當然說這些 又是不適合聽的 當然不會接受 難尾 找過另一個 前面那些 你現在前面的十五億 已經扔到鹹水海了 對吧 所以這些人 是否應該叫他們早休息 好了 謝謝 謝謝 謝謝